德國負責國家網絡安全的聯邦信息安全辦公室主管阿欣蕭恩博姆因涉嫌與俄羅斯情報機構人員有接觸而受到調查 德國傳媒援引政府消息人士說 德國內政部長藍希肺澤希望解僱這位網絡安全主管 美聯社10月10日報導 阿欣蕭恩博姆10年前與他人創立的一個網絡安全協會德國網絡安全理事會聚集來自公共機構和私人領域的一些專家 為商家、政府機構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網絡安全建議 德國傳媒報導說其中成員之一是一間由一位前俄羅斯情報人員成立的公司 德國內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說 內政部嚴肅對待週末報導的事情正在展開全面的調查 由於柏林支持烏克蘭 德國越來越擔心關鍵的基礎設施可能會受到俄羅斯的網絡攻擊 上星期六德國國營的德國鐵路股份公司 有一次可能的破壞行為被迫停止德國西北地區的貨客列車服務長達3小時 該公司後來說鐵路電子通訊系統的失靈已經解決 而這一次失靈是由於破壞導致的 德國運輸部長維新表示 對於鐵路安全運行至關重要的通訊電艦在兩處被刻意截斷 他說德國聯邦警察正在對這次事件進行調查 法新社星期一報導 一些德國官員指責俄羅斯在北溪書器管爆炸事件後對德國進行報復 法新社還說政府消息來源對法新社說政府計劃將阿欣蕭恩博武解職 報導表示蕭恩博武創立協會因為涉嫌和俄羅斯情報部門的接觸而受到指責 而德國傳媒表示蕭恩博武至今仍然與這個協會保持聯絡 還有報導說政府內部對這些指控感到非常煩惱 內政部在審議處理該情況的所有選擇 中文字形釀隊 關來庆封 中文字形釀 Trust 關來庆封 BUS ok 再oughing